到軍院記者李一璇 主要是因為侯市長 還是非常希望 這是一個公開透明的談話 不過就我們所了解 他們準備的是三個房間 比較公開的大的場地 要下午四點半過後 才能夠來使用 侯市長就是非常希望說 有一個公開透明的談話 否則如果在小房間裡頭 讓外界有密室協商的誤解 其實也不太好 對情人手我們的馬總統 也不太禮貌 不過因為剛才有看到 這個科辦跟郭辦 有透過不管是公開受訪 或者是簡訊 其實都有再三的邀請 因此侯市長 在下午四點半的時候 也會前往會談 那麼馬總統也願意做見證人 就讓我們公開透明 走再也合作這一旅路 謝謝大家 好 可以聽到 由於侯友宜這邊 一直是希望是一個 公開透明的協商 不過在四點半之前 郡悅這邊是比較沒有一個 大的場地是可以來一起的 所以要等到四點半之後 等郡悅這邊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會議是出來之後 才會有空間讓雙方來進行一個協商 我剛剛可以聽到的 這個侯伴他們也表示說 下午四點半時候 侯友宜還有馬英九 他們都會一起前往到郡悅飯店 那藍白河到底有沒有一個結果 到底能不能互相搭配 我們也看到時候的最新 相持續的為您掌握 好 藍白河的協商 很快就會有最新的結果了 侯友宜預計四點半 就會過去軍月 來跟柯文哲郭台銘見面 那麼馬英九也會來到現場 我們都會有隨時最新的報導 好 另外來